大家好 我是免疫风湿科卫正中医师 在上一段我们讲过类风湿的诊断 早期诊断 正确诊断 早对医师都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很多病友就会问 哎呀 卫医师 我有类风湿怎么办 又是重大伤病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变成黑白的了 是不是所谓的不死癌症等等的 那类风湿的治疗是我们这次要讲的重点 那么好消息就是类风湿诊断断 已经是一个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时代了 我们称为这种所谓的免疫治疗的时代 在早期五十年前 类风湿的治疗的确没有什么药的 大概只有类固醇消炎止痛药 那么这几年我们几乎不用类固醇了 那消炎止痛药也有所谓的第二代的消炎止痛药了 所以这两项的角色就慢慢就淡化了 但是这几年大概也大概在十几年前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所谓的免疫调节药物的时代 那这种免疫调节药物是因为 类风湿它本身就是免疫的失调 你的免疫细胞也跑来攻击你的关节 所以关节就会发炎 发炎就会变形 所以重点倒不是止痛 也不是消炎 而是让你的免疫细胞乖乖的不要再来攻击你的关节 那这个叫免疫调节的药物 那这几年的进展其实非常非常的快喔 那早期有一些口服的免疫调节的药物 像各位可能听过奎宁 这是很有名在前一阵子新冠肺炎的时代 那也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比较不会发炎 那像有一些更新的免疫调节的药物也有了 那可能最常用的是一个药叫治善定 我们称为MTX 在门诊很多病友就说是小黄 小小颗黄色的 一个礼拜只要吃一次 还有其他的药 这些都是传统的免疫调节的药物 第二种免疫调节的药物 除了刚刚的传统的口服之外 第二种我们称为新型的免疫调节药物 你也可以称它为免疫标靶疗法 免疫标靶疗法基本上也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是用打针的 这种打针的我们也称为生物制剂 因为它是经由生物细胞或者是一些动物 制造出来的蛋白质的药物 这蛋白质的药物呢 你就不能口服 你只能用打针的 所以很多病友们在门诊 你就要定期来打针 两个礼拜或是一个月来打一个生物制剂 那还有第二种这种比较新型的免疫标靶药物 就是口服的 口服的免疫标靶药物 我们也称它为小分子药物 它就比较简单 吃药就可以了 那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一个特殊的免疫的分子 来减少它的副作用 而且加强它的效果 所以它就比较没有传统的雷固醇 或者是消炎脂痛 那种治标不治本 而且副作用比较大 就是这样子的缺点 很多病友会问说 魏医师啊 这个新药这么多 我到底能不能健保给付 我要自费吗 先说一下 这些药真的都很贵 一年将近要40万台币 所以平均一个月 你可能还花个三万多块钱 真的是很贵 那还好 你的健保真的不错哦 健保是如果你符合一定的条件 你就可以申请免费的健保的药物 那什么叫条件 基本上有几个大的条件 一个是 你要确定你是类风湿 要经过过敏免疫风湿专科的诊断 那么第二个 你要对传统的药物效果不好 传统就是刚刚之前讲的一些传统的口服的免疫调节剂 通常吃一阵子 三个月或六个月不等 之后效果还不好的时候 那加上第三个 就是你的活动度要是很高的 因为他总是不希望你太轻的病人 就用这些高贵的药 所以我们会评估你这个所谓的活动度的量表 DAS 28 它是根据你的关节的肿痛的数目 然后你抽血的发炎指标 来计算你的活动度 所以如果你这三个条件都符合 那么会有医生帮你申请健保 事先申请 如果通过 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这些药物 你基本上是终身 就是一辈子可以给你这些药物 那很多朋友也会问说 魏医师啊 我真的要终身治疗吗 那真的不能断根吗 也真的不好意思 大部分的风湿免疫的疾病 基本上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失调 这跟你的体质有关 通常很难完全去断根 所以大部分的 免疫风湿科的疾病都要 一辈子的治疗 也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的病人 都可以申请重大伤病卡 但是各位也不用担心 我们不是一辈子 都用那么强的药 所以当你的病情控制之后 我们可以慢慢减量 那这个减量 一定要在医生来决定 而不是靠自己 就独自来判断 好吗 所以定期追踪 我们常常要抽血 然后根据你的病情来调解 增加或者是减少你的药量 那很多病人到最后 其实是控制得很好 那只要吃最简单的药就可以了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类风湿性关节的治疗 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现在药物都很进步 治疗效果也都很好 那大部分也都可以申请到健保给付 所以有类风湿的关节的病人 最重要的是 找对医生 共鸣免疫风湿科 然后定期的水访 然后长期的治疗 我想正确的观念 可能是治疗最重要的一个基本 别忘了帮中山副医 按赞订阅 分享 开始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